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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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各位灵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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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场 今天是我们志工讲习 最后圆满的一天 今天这两节课 首先要跟大家研讨 《无量寿经》之中的战佛祭 这战佛祭的内容 在上次弥陀佛祭那一天 也有跟大家多少研讨过 那么我们今天在路稿 来研讨 只要是比较简要的 体系性的作为了解 为什么要特别的来研讨 这战佛祭呢 就像上次所讲的 就是追究 净土中的根源 那么净土中的根源 就在于战佛祭当中 为什么要追究 净土中的根源 就是要了解净土中 它就是一个救度的法文 而所谓的救度是完全来自于阿弥陀佛 因地法障菩萨的愿心 愿就是广大的魂愿 心就是无尽的悲心 净土中如果了解到是阿弥陀佛愿心的救度 那么就会让我们今生今世 对往生极乐世界有决定的信心 不会一辈子念佛而忐忑 不安有所忧虑 同时也可以弥清 纠正自古以来解释净土法门的偏差 为什么自古以来解释净土法门都注重阿弥陀经 也没有错 本来阿弥陀经就是净土三部经之一 是属于净土中正一的经典 也可以说是净土中一部结论性的经典 可是由于不了解 可是由于不了解这个阿弥陀佛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解释净土经典 尤其是阿弥陀经的大德们 所以这些阿弥陀佛 因为不了解净土我们的根源 没能以经解经 以净土之经解释净土的经典 往往都是站在本身所学的中派教理 以自己所学的来解释阿弥陀经 这样的话就不正确就偏差了 那这个不正确偏差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呢 一方面 给予恋佛的人 不能有绝对的信心 一方面 对于 我们要往生的目标 也就是极乐世界的解释 对极乐世界的解释 也会是偏差不正确的 乃至于 对于往生的方法 也是偏差不正确的 所以 这样来谈的话呢 其实问题是很严重的 现在我们回归 因为我们 我们还这个 信主中的本质 真正的相貌 那么就是要从 它的根源 来探究 因此 我们呢 要 研讨这个 战佛记 也想到战佛记的重要性 一般通土的法门 我们 他们的法会 送练经文的时候 当然 所送练的 会是他们 所依据的经文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 比较简短的话呢 都是送这个 心灸 比较多 而我们呢 因为是 净土中 当然 要送练 我们净土中 正一的经典 如果 是简短的话呢 那么我们往往 送练 无量寿星的 战佛记 这战佛记 总共 有二十行 二十所记 每一行 有四个字 有四句 每一句有四个字 总共呢 有八十句 前面 七行 第一行到 第七行 是 法藏菩萨 对 世之在王佛的 赞叹 接着 第八 到 第十七 有十手记 是 表露自己的 怨心 什么样的怨心呢 就是 要成佛 要建立 静谱 要 救度众生 这三个怨心 这三个怨心 当中 目的 就是 最后的 愿度众生 也就是 他之所以成佛 以及 建设 极乐 世界 不是为了自己 而 完全 是为了 众生 为了 救度众生 的 那么 既然 是 赞叹佛 为什么 还谈到 自己的 怨心呢 这个 就是 一方面 法上菩萨 对 世之在 王佛的 赞叹 的 同时 也在 佛的 面前 吐露 他的 怨心 希望 佛 来为他 做 证明 证明 他的 怨心 是真实的 不虚假的 是 坚确 不移 不动 不变的 因此 在 最后三首记 就 请 十字在 王佛 乃至 十方诸佛 来 为他 做 证明 他 救度众生的 怨心 永远 不会 退退的 假设 在 诸苦读中 他 也 不会 退退 也要更加的精进 来 完成 他的 愿 这是 战佛记的 大概 各位人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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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神无极 如是颜柄 无于等着 日月某你 如光艳耀 皆兮隐蔽 犹如居梦 如来容颜 颜容 超视无伦 这几段是在赞叹佛的深夜 也就是相貌的无比庄严 接下来 战觉大音 享留十方 这是赞叹佛的孔业 接下来 借文精进 三昧智慧 威德无语 殊胜稀有 身地散恋 诸佛法海 穷盛敬傲 旧情压底 无名欲露 世尊永无 这几段是赞叹佛的异业 接下来 仁雄狮子 神德无量 功勋广大 智慧生妙 光灵威向 震动大迁 这几句是走的 来赞叹佛 接下来 就吐露自己的愿心愿望 说 愿我作佛 齐圣法王 过度生死 弥补解脱 愿我 佛状菩萨 这是站在他的立场讲的 能够齐圣法王 圣法王是指这个 世自在王佛 他希望能够像 世自在王佛 那样的成佛 那样的崇高伟大 那么 他发愿成佛 不是为自己的解脱 或是灵稳立养 他是为了什么呢 过度生死 弥补解脱 所以由这一段 这一首记 就显露出 法善菩萨 他要上求菩提 下化众生 而上求菩提的目的 是为了下化众生 有关这两句过度生死 弥补解脱 在另外一部经 也就是大宝基经 如来 无量寿如来会 跟这个无量寿经是 所谓同本意义 也就是说 内容是相同的 但是翻译的人 翻译的时代不同 在这里就翻译说 能救一切诸世间 生老病死 众苦恼 那么 以这个经来解释经 以经文解释经文就晓得 过度生死 弥补解脱这八个字呢 就是要度脱一切诸世间的所有众生 来越过生老病死的轮回之苦 希望死亡众生没有一个不解脱生老病死的 这首先 保障菩萨就表露了他这一种广大的怨心 接下来就说 不失调义 戒人精进 如是三昧 智慧为善 这是表露他要修这个六度万行 六度就是不失慈见 忍入精进 还有禅定跟智慧 这六度波罗蜜在所有万行当中 可说是最高无上的 那么 他为了要救度众生 我们必须要实践这六度万行 累积福跟慧 才能够成佛 也才能够有功德 有力量来救度众生 接下来就说 无事得佛普行此愿 一切恐惧为作大安 这一首祭呢 是土漏 是愿要救度众生 前面所讲的 其圣法王 过度生死 以及修六度万行 以及修六度万行 这一些行愿 愿行 他呢 无论如何 一定要完成 所以说无事得佛 势必要完成 苦行 前面所发的愿 能够使 将来使一切恐惧 为作大安 一切恐惧 就是指十方 这个众生 轮回于六道 沉沦于三二道的众生 使他们都能够到他的净土 因为恐惧最深的就是轮回 尤其是堕落三二道乃至阿比地狱 那么这一些恐惧 都要让他们脱离消除 而且要让他们大安 大安就是成佛的意思 唯有到达佛的境界 才是完全的安稳的 最大的快乐的 接下来就说 假令有佛 百千亿万无量大圣 肃辱横沙 供养一切 师等诸佛 不如求道 兼政不粹 这个就是表示 他为了救度众生 因此一定要成佛 表示成佛的怨心 所以求道 就是成佛的意思 目的就是为了救度众生 即使能够供养 即使得到百千亿万的 无量横沙的佛 获得无量无边的福报 但再多的福报 都不如他要成佛 救度众生 这一件怨心来得重大 接下来 譬如橫沙諸佛事件,富不可寄,無數岔樸,光明西照片子諸果,如是精進,為神燃亮。 這兩首記是土肉,他能將來成佛,要光明無量, 能夠照片橫河沙的世界的國土,他一定要精進地達到這樣的境界, 這樣的境界可說是威神燃亮。 接下來進一步又說,令我作佛,國土第一,其中其妙, 道場超絕,國如你反而無等雙。 這一首伴的記在顯留,顯得他將來成佛的時候, 他的國土就是要第一無雙的。 同時,凡是往生,他的國土的眾生也是要第一無比的。 成佛的快速也是超越限道。 進入涅本的快樂也是第一無二道。 接下來說,我當哀禮度過一切, 十方來生,心悅清淨,以自我國快樂安穩。 他建設國土第一無雙的目的,就是為了哀禮度脫十方一切的眾生。 十方所有眾生,只要到了極樂世界,十方來生以自我國的話呢, 自然就會心悅清淨,就會快樂安穩。 這個心悅清淨快樂安穩,也就顯示進入涅槃成佛的意思。 這在莊嚴經,莊嚴經就翻譯說, 所有無邊世界中,輪迴諸去眾生類, 素生我差,素快樂,不久聚成,無上道。 所以這裡所講到, 度脫一切十方來生,就是所有無邊世界中, 輪迴諸去的眾生類。 那麼,以自我國快樂安穩,就是素生我差, 素快樂,不久聚成,無上道。 所以,以同等意义的经文来互相对比,更能了解它背后的深意。 接下来就是请佛证明,信佛明信是我真正,发愿于彼,历经所欲。 意思就是说,我恭敬地请实在往佛,来为我证明,来证明我的愿是现实的,不虚假的,佛的证明才是对我真正的证明。 前面我所发的愿,我一定要无力地精进地去达成。 所以说,发愿于彼,历经所欲。 接着又说,十方世尊智慧无碍,传念此尊之我心形。 十方世界的十方诸佛,都是有无碍的智慧的,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起心动念。 因此也请十方诸佛,来做证明。 请十方诸佛,来加持我。 接着做总结论的说, 《假使身直,知苦不忠,我行精进,忍忠不悔》。 表露出,在怎么样的处境、情况之下, 他这样的愿都不可能会被打败的挫折而退传的, 反而会更加的坚忍下去。 在如来会,就翻译说, 众臣无间诸地狱,如是愿心终不退。 中元经翻译说, 愿我精进恒对定,长运慈心拔有情, 度尽阿比苦众生,所花弘事永不断。 。 各位人友,我们如果细细地思维, 法障菩萨这个战佛记, 我们会非常的感动,甚至会痛苦流涕。 。 对法障菩萨的愿心所触动。 当一个孩子体会到母亲对他的爱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也会感动得甚至痛苦流泪。 。 后面有两个表格。 愿我作佛奇圣法王这一行, 可以说是设法生愿。 无事得佛苦行此愿, 一切恐惧为座大安, 可以说是设众生愿。 令我作佛国土第一, 这几段可说是设净土愿。 也就是说在这几段的愿意当中, 都各个的显示出, 他要成为佛设法生愿。 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 也就是设众生愿。 因此要建立一个第一无双的国土, 这就是设净土愿。 其中,令我作佛国土第一, 其中奇妙道场超觉, 国土迷返欧等双。 下面这个表格, 一看就更明了。 令我作佛国土第一, 这是总的来说明, 他的国土是要第一的。 那么接下来就个别的说明他的第一, 其中奇妙, 也就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个眷属, 是第一道。 道场超觉, 显示成佛地狱。 道场, 原来是指释迦牟尼佛, 他在菩提树下, 金刚坐上, 成佛。 那个道场, 因此道场显示成佛。 那么这个道场超觉, 就是成佛第一。 为什么呢? 就是不必经过通谱的, 通谱的, 这个时间上, 要三大阿生其解。 那么阶位上呢, 要从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要经过这一些阶位, 都不需要, 是超越性的, 横跨性的。 所以说道场超觉, 这个超是超越, 绝呢, 是绝对, 绝对就是不能比较的, 不可思议的。 果如明环, 这是快乐第一。 怎么讲呢? 所谓凝反, 就是涅槃的意思。 涅槃, 翻译不一样, 跟涅槃是相同的。 那么国, 国是指一报, 国主是指一报的。 那么涅槃呢, 是指正报来讲的。 那么极乐世界呢, 是一报跟正报, 是一体的, 同样的内容的。 其实, 如果是成佛的话呢, 一报跟正报, 它是一体的。 它是没有分开, 没有分别, 没有差别性的。 不像我们轮回的众生, 正报是正报, 一报是一报, 有差别, 而且呢, 有隔阂, 有隔爱, 不能够融通。 到了佛的境界的话呢, 是整个法界之一, 一体性的。 它没有时间, 超越时间, 没有空间, 超越空间。 它跟万物也是平等的。 是我们的妄想所产生的。 人跟人的隔阂。 人跟人的隔阂。 隔阂。 都是跟它一体的。 没有差别的。 没有所谓, 亲跟疏, 或者是, 好跟坏, 恩跟怨。 没有的。 佛看一切众生, 就是它本身, 跟它一样。 跟它是, 一个身体。 一体的。 也就是说, 时间、空间是一体。 那么, 一切众生也是一体。 所有深入万象也是一体。 就像金刚星所讲的, 一合相。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 我们念佛, 就不会怀疑佛。 怀疑佛, 我念佛, 你是不是知道了, 听到了, 射受我, 不会把我忘记, 不会嫌弃我, 排挤我, 拒绝我, 就不会这样考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跟阿弥陀佛, 是一体的。 我们是等同阿弥陀佛的, 手啦, 脚啦, 眼睛, 鼻子耳朵啦, 五脏六腑啦。 所以, 阿弥陀佛救度我们, 那是很自然的。 而且呢, 不需要任何条件的。 自己救度自己, 当然不需要条件。 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地方, 回到我们的地方, 当然也不用条件。 而且呢, 是自自然染的。 是自然的。 天性自然的。 法耳自然的。 接下来, 而五等双。 也就是, 在十方净土当中, 是没有一个净土可以跟它相比的, 甚至呢, 相比辨论的。 所以, 这一段文, 令我作佛, 国土第一, 其重其那道场超觉, 国土迷返, 而五等双。 这一段文章。 练起来, 让我们被家的欣慰, 感动。 我们的故乡, 我们的家, 是怎么样的地方, 是怎么样的情景呢? 就是这样的情景。 接下来, 最后有一首记。 令我于事, 塑成正觉, 拔住生死, 勤苦之本。 这一首记呢, 也可以说是, 结归救众生, 也就是作为总结论, 总结到表明。 他, 对佛的赞叹也好, 自己的发愿也好, 请我证明也好, 目的都只有一个。 令我在这个世间, 快速地成正觉, 能够快速地拔除, 十方众生的生死, 情苦就是痛苦的意思, 生死痛苦的根本。 那么生死痛苦的这个根本, 是什么呢? 当然, 从因来讲, 就是无影贪嗔痴, 从果来讲, 就是六道的轮回。 那么有关这一段的内涵, 同本意义的平等绝经, 它的翻译是, 拔忍勤苦生死根本, 悉令如佛。 要拔除, 死亡众生痛苦的生死, 轮回的根本, 通通让他们快速地成佛。 就像阿弥陀佛, 他本身一样的, 无量光, 无量寿的佛。 所以, 我们了解这几段经文, 我们就会被感进主中的可贵。 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文的殊胜, 也感动于阿弥陀佛的怨心。 我们如果思维, 这经文的内容, 不知不觉, 我们也会被这些内容所熏燃, 所谓水佛大悲心。 寻佛的大悲心, 自然就有佛大悲心的气氛。 因此, 一个静止中的信佛, 念佛的人, 他的心性, 他的气质一定会改变的。 要比较容易快速地改变的话, 就是多思维, 多思维阿弥陀佛的怨心。 那么阿弥陀佛, 是不是在十节以前, 才开始成佛的呢? 是不是在王佛前, 才开始发愿的呢? 并不是。 上次有引用《庄严经》所讲的, 彼佛如来, 来如所来, 去如所弃, 无生无命, 非过现未来。 但你仇愿度生陷在西方。 也就是说, 法上菩萨本来就已经是成佛的, 为了旅次, 为了救度众生, 因此旅次的发愿成佛, 旅次的显现, 那么现在呢, 是显现在西方的极乐世界。 修根罪本, 老早是已经成佛的。 这个呢, 在《能言经》, 《大四字菩萨》, 原通章就已经有说明。 原通章怎么讲呢? 说, 我亦往昔横河沙解, 若佛出世, 明无量光。 十二如来, 相继一解, 其最后佛, 明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 念佛三昧。 这十二如来, 如果跟无量寿经的十二光如来, 来对比的话呢, 是一样的。 可见呢, 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那么, 由此可知, 在横河沙解以前, 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 不只是成佛以来于金丝解。 那么, 如果从《佛华经》来看的话, 《佛华经》二十八品, 其中第七品, 化成玉品, 里面, 就有说到三千成典节。 以前, 阿弥陀佛就已经成佛了。 他的内容是, 在四千成典节之前, 有一位国王。 这位国王有十六位王子。 后来, 这位国王出家了, 也得到成佛了。 出家的时候, 这十六位王子也跟着出家, 也跟着得到成佛。 其中, 这十六位王子其中, 在西方成佛的, 叫做阿弥陀佛。 显现在沙婆的, 就是释迦摩尼佛。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跟释迦摩尼佛, 在三千成典节之前的, 已经成佛了。 那么, 首先, 他的父王成佛叫做大通至圣佛。 大通至圣佛, 十六位王子也相继成佛。 由此, 可见阿弥陀佛在三千成典节以前, 就已经成佛了。 那么, 释迦摩尼佛呢, 他说, 他来回沙婆世界, 已经有八千次了。 释迦摩尼佛既然是如此的话, 可见阿弥陀佛也是如此。 由其他的经典来看的话, 阿弥陀佛所谓九远十成之佛, 在九远以前就已经成佛了。 那么, 在《无量寿经》所讲到五十三佛, 也就是说, 最初有定光如来出现在世间, 《渡头的无量众生》之后呢, 就是现灭渡。 之后呢, 有一尊一尊的佛, 总共有五十三尊佛, 最后五十四尊就是四字再亡佛。 那么, 阿弥陀佛是四字再亡佛之前, 现出家乡, 发愿成佛的。 这是《无量寿经》所讲的。 《无量寿经》讲这么多的佛, 无非也是在显示, 阿弥陀佛老早也已经成佛了。 在如果以这个《大宝基经》《无量寿如来会》来看的话呢, 如来会是说, 在定光佛之前的五十四位佛, 就是四字再亡佛, 那个时候, 法葬菩萨发愿修行成佛。 如来会是说, 五十三位之前, 《无量寿经》是说, 五十三位佛之后, 一前一后, 无非都在于显示, 阿弥陀佛很早就已经成佛, 只不过是悲心无尽, 旅次的发愿, 旅次的视线, 要救度三四十方无边的众生。 超过了分钟。 抱歉, 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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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